大家好,我是宜蘭市長江聰淹 即將進入六月的畢業季 相信在今年受到疫情的影響 很多學校的畢業典禮 會改用其他的方式 或者延後甚至取消 所以今年我們針對我們的高中生 來做我們畢業禮品的獎勵 美班有一位市長獎 我們去年在簡佑華會長的支持之下 我們用勇敢實現美好 來贈送美班的市長獎 今年我們以堅持永不放棄 來作為我們今年要致勝 這個我們同學美班的市長獎 今年的高三生特別不一樣 因為他們是出生在SARS那一年 畢業在武漢肺炎疫情嚴重的這一年 所以對他們來講 有一些高三生自堪說他們是悲慘的畢業生 所以在這個部分 我們要讓他在我們永續的一個 教育環境上面 要堅持永不放棄的一個力量 不管是面對疫情的挑戰 或者以後在社會有很多需要他們勇敢 需要他們堅持築夢 或者是要來完成任務的時候 他們都可以秉持學校 老師所教導的這種精神 好好去做付出及努力 這個是我們的手工的原木筆 包括我在簽公文或者很多的文書資料 我也都是使用這支筆 所以大家有可以跟市長一樣的原木手工筆 特別有意義 這支筆相信會陪伴你 不管是在這個指考或者其他的考試 或者以後你在任何這個需要 自己在寫字 在發揮的時候 來做最好的一個呈現 今年的七月考季 我們也不知道到時候 會用什麼方式來進行 或者有其他的不確定性 但是這個都不能也不會影響 我們繼續向學 要繼續學習的一個精神 在這邊市長要期許 我們各位畢業生 除了市長獎 或者其他優秀的學生 所有的學生 都能夠秉持在校這種最好學習的精神 繼續進階學習 以後都成為我們承擔社會責任 承擔國家責任的一個動良 在這邊我要進駐 用這種另外的畢業典禮方式 祝大家這個畢業典禮快樂 大家都能夠蓬城萬里 能夠足夢高飛